再过一个多礼拜就是农历春节了 为了让住在乡村地区的弱势民众也能过个好年 彰化县永靖乡前母亲关怀弱势家族 2019年2月27号上午 特别在永靖乡中山路上的釜天宫 举办一场寒冬送暖活动 发送每一户弱势家庭1800块的红包 跟一包优质白米 前母亲关怀弱势家族理事长 前季章说 会举办这样的公益慈善活动 是因为曾经跟釜天宫的神明祈福 希望父亲前母亲能够身体健康 算是跟神明还愿 也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快乐平安过好年 因为我爸爸就是他肝脏切除了 我弟弟前宝城就是他是有这个发愿 就是希望说我爸爸已经算顺顺利利的 就是要帮助一些我们永靖乡里面的弱势族群 就来尽我们的能力来帮助他们就对了 虽然这几天寒流来袭 但是彰化地区上午却是阳光普照 天气相当温暖 一大早就有许多弱势家庭的民众 来到府天宫接受捐赠 前母亲关怀弱势家族表示 将来还会持续举办类似的公益活动 希望让社会充满更多温暖快乐的能量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 彰化报导